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腳好濕喔 香蕉哥哥 你怎麼把地上弄的都是水啊 有嗎 不好意思喔 我剛才才洗完澡 所以預示出來我的拖鞋 是塑膠做的又不吸水 所以地板都被弄得濕濕的啦 香蕉哥哥 你這樣很危險耶 不但自己踩到很容易滑倒 別人踩到也會滑倒 而且家裡的地板都變得濕濕髒髒的 不好意思啦 都是這個拖鞋害的啦 這個拖鞋是塑膠做的 又不吸水 如果它是毛巾做的就好了 毛巾就很吸水耶 毛巾 這讓我想到一個好點子耶 說不定我們就把毛巾做成拖鞋 這樣子不但拖鞋會吸水 腳牙也不會濕濕 地板就不會濕濕髒髒的啦 毛巾 好主意耶 那我們現在趕快一起去 快樂魔導 走 要動手做了 今天要拿毛巾來做拖鞋 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首先我們準備一張C卡紙 也可以是後紙板 我們在上面 先畫出自己的腳壓壓 量一下自己腳壓 差不多幾公分多長呢 然後我們畫出來的輪廓的時候 記得喔 它旁邊除了要有圓弧的感覺之外 要再比我們的腳壓再長一點點 因為到時候拖鞋要比原本的腳 再長一點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來黏貼比較方便喔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做的是一雙拖鞋 所以總共要兩隻 那兩隻呢 我們就要畫左右腳都各兩個喔 因為我們呢 這樣子才可以黏貼在一起 好 那都畫好之後呢 都畫好之後呢 為什麼要黏兩個呢 這樣不就有四隻 四隻應該是兩雙 兩雙就兩個人的腳啊 因為要做比較厚 所以我們要把每兩個兩個黏在一起 這樣子呢 就會鞋子比較堅固喔 那剪好這種紙板之後呢 我們要剪一樣的形狀的 布織布跟毛巾布 來 就像這個樣子喔 你看 形狀是一樣的 這是毛巾布 然後這是鞋面 可以穿上去比較柔軟 然後這是布織布 布織布呢就是鞋底 那我們要把它黏在一起喔 我們先來黏它的鞋底 好 那我們用熱熔膠 把它黏起來 我們把它擺上去 好 壓好 另外一邊也是用毛巾布 擠上熱熔膠 好 然後我們把它黏起來 這個就是你腳要穿上去的部分 會比較舒服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兩個組合在一起喔 不過現在也不用組合 待會兒再做喔 那繼續要怎麼做呢 好 接下來呢 小妮卡姐姐要教你們做 拖鞋腳背的那個部分喔 所以我們要剪一張這個C卡紙 然後來來看你的拖鞋 左右的寬就是前端 比較圓弧的那個地方有多寬 那你就剪出它的大小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在這個C卡紙的兩邊呢 都貼上雙面膠喔 你看喔 可是不只正面喔 背面也要貼 所以兩面的邊邊 都要貼上雙面膠才可以 好 貼好之後呢 我們一樣要再剪這種毛巾布 還有布織布 它的大小呢 也跟我們的C卡紙一樣 可是呢 沒有黏到我們雙面膠的地方喔 你看 就是像這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要用熱熔膠 把這個毛巾布和布織布 黏上去囉 所以我們把這個熱熔膠呢 擠上去 擠好之後呢 先把我們剪好的毛巾布 給黏上去 背面呢就黏上布織布 一樣用熱熔膠 然後也把裁好的布織布 黏上去 黏好了之後呢 要來組合拖鞋囉 現在水蜜好姐姐已經做好 蓋在腳背上的紙板 我們現在要組合起來囉 首先呢一樣 要把毛巾布的地方向上面 然後呢 把毛巾布剛才貼好的這個 腳的形狀這邊拿出來 好 水蜜好姐姐剛好有說 我們要在邊邊這邊貼雙面膠對不對 那我們要把它黏起來 像這個樣子 黏住 然後繞過來 這邊呢一樣也把它黏住 折起來 你看 這樣子就是一個拖鞋的形狀喔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片 剛才蕭哥教你們做好的這一片 我們要黏在下面囉 所以後面呢 我們把它貼大片的雙面膠帶 然後我們把兩個組合起來 然後要把它壓好 登登 拖鞋 快要完成囉 這樣子的拖鞋穿起來 可能會滑滑的 走在路上會滑一跤 好 沒關係 我們可以準備這一種 有時候會在爸爸的車子上 看到這種防滑墊 啟滑墊 把它剪了拖鞋的形狀之後 我們把它貼起來 你看 這樣就有防滑的效果 我來試試看 1 2 3 你看 哇 好防滑喔 不過這樣看起來 邊邊有點醜醜的 你看邊邊這邊有裹回來的感覺 真的 所以我們可以準備 斷帶 然後背面貼上雙面膠帶 好 那我們可以沿著它的邊邊呢 來做修飾 像這個樣子 繞一個圈圈貼起來 折好之後會變什麼樣子呢 登登登登 就像這個樣子囉 你看 有沒有突然覺得這雙拖鞋 變得很華麗啊 因為旁邊都有用這個蕾絲邊 把它那個包起來 很漂亮耶 可是這個時候呢 覺得這個拖鞋 好像很素 很單調 沒關係 我們幫它加一點裝飾喔 所以呢 首先我們先用紫色布枝布 和粉紅色的布枝布 剪出愛心 那這個愛心 剛好是可以重疊在上面的 所以一個大一個小 穿到小朋友可以選擇 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我們就把這個愛心呢 剪一半 好 剪一半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呢 就黏左邊這一邊 先把粉紅色布枝布固定在紫色的愛心上面 黏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固定在我們拖鞋的邊邊 就是剛剛我們做腳背的部分 把它黏上去 那這一邊也是都空空的啊 沒關係 這個時候拿出這種小花的蕾絲 有沒有看到 平常小朋友收集一些小花的圖案啊 或是什麼 只要是布的都可以喔 那我們就把它黏上去 好 那我黏粉紅色的小花 你用熱熊膠黏喔 那小朋友熱熊膠 小心不要燙到手了喔 好 那我再加一朵就好了 你看 我的拖鞋是不是現在就變得很漂亮呢 它兩隻穿在一起就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愛心拖鞋 很可愛吧 對啊 所以小朋友可以照著自己的創意 做出不一樣的變化喔 那現在香蕉哥哥呢 噔噔 你們猜這是什麼 我也做出自己最喜歡的變化 噔 香蕉拖鞋吃香蕉 好可愛喔 好像啊 你看一下喔 而且它是拖鞋喔 那我們一起來穿出去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我腳上的一雙拖鞋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的比較可愛了 我的比較可愛 你的真的很可愛耶 是香蕉形狀的耶 真的 所以小朋友腳背的部分 可以依照你的喜歡做 不同造型的樣子喔 而且你看我們這個底的地方 對不對 剛剛是有毛巾布做的 所以就可以吸水了 對 你看浴室洗完澡出來 腳濕濕了 那踩在毛巾布上就幫你吸水了 好多功能喔 所以小朋友在家還可以做做看喔 接下來我們要跟時間來賽跑喔 趕快跟著香蕉喔 水瓶頭 一分鐘完創意 又到了一分鐘完創意的時間囉 今天挑戰的人呢 就是香蕉哥哥 好 那香蕉一分鐘完創意 開始 準備一個軟木板 然後呢 還有這種有背膠的魔鬼沾 然後刺刺的這一面黏上去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做鑰匙圈囉 所以有這一種毛毛麵的這個 有背膠的魔鬼沾呢 我們把它撕下來 然後穿過鑰匙圈的環這樣子 在一半的地方 大家把它折起來 謝謝 就變成一個鑰匙圈了 好 對折之後 然後上面因為看起來很單調 我們可以加一點裝飾喔 好 我黏一點 黏一隻蝴蝶在上面 用這個熱熔膠 好 黏上去 很可愛喔 完成了 另外一個呢 我們準備一個 後面沒有背膠的這一種魔鬼沾 也是用毛毛麵的喔 那我們折一個U型 U型 然後要把它貼在這個上面 貼起來 是一個U的形狀 毛毛麵往下貼 然後七一半 八 愛心貼一半 好 多一點魔鬼沾 五 四 三 愛心貼起來 三 二 一 完成 好 來介紹一下怎麼用呢 怎麼用 我知道就是六魔鬼沾的那個黏性 對不對 對啊 你看喔 這邊呢 有一個鑰匙圈 你在家裡一回來 你就可以把它貼起來 不會每一次都要找鑰匙 都找不到對不對 對 然後另外一邊 為什麼要把愛心切一半呢 為何 因為這是一個掛鉤 你看如果沒有切一半 它就分不開了 是不是 好聰明喔 然後這樣貼起來 愛心就可以變一個愛心 開心又可以掛東西 這樣就可以掛東西 哇 是活動的 當然喔 然後後面呢 你可以準備這個 泡棉膠 就可以把它貼在牆壁上 或是門上面 然後你看聰不聰明 聰明好厲害 而且你這種 這個還有真的更多功能耶 好棒喔 所以聰明的創意 小朋友可以自己動手做喔 好 那小朋友 下次同一時間 記得要再收看我們的 快樂魔法屋 下次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草莓姐姐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按下訂閱 這樣子你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們喔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內容 也可以看這裡喔